太迷上了社交平台这些东西 我想画,但是我又不知道要画什么东西 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很怕自己漏掉了那一些重要的信息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其实题材还蛮特别的 就是我要来挑战24小时没有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呢,就是我的手机,我的平板,还有我的电脑 就是在24小时里面我不能碰他们 我也不能就是用他们来看任何东西 因为我是想要把电脑关掉 然后把平板,因为我妈妈要用平板 所以平板就留着它吧 但是我就把那个小铃铛关掉 还有我的手机的话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是想要把它直接关机 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天 那为什么我想做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前几天或者是前阵子 我就太迷上了社交平台这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太被动了 就是太被社交平台被动了 就是你看到别人做什么,我就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被别人影响的太多 我想要有更多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题材,我自己的idea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想要完完全全 停止用这些东西一天 看我感觉如何 因为我好多朋友说 社交平台的detox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那你有你自己的节奏 你可以有12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 会不会不习惯 但是就24小时而已嘛 你难道不能就放下一下子嘛 就当痒痒眼睛啊 或者是培养一些别的活动啊 收拾一下家里啊 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啊 就做一些别的事情 不要老是就是框在那个手机平板 还有电脑的框架里面 为了要更公开的让你们看到 我确确实实是24小时没有碰的 没有碰这些东西呢 我会就是做一个timers 这应该很ok吧 23小时59分钟59秒 我们就 123 开始 已经开始到即时了 我现在要来管我的电脑 然后我刚刚 我现在在收拾我的房间 还有我的桌子 因为什么有的没的都在 我怎么这么乱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收拾一下 就是把它收拾到刚刚进进这样子 然后在规划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其实我还蛮多东西要做的 但是又以前就是 时常就觉得没有时间做这样子 一天不动手机的话 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忙的状态下 其实时间很快过了 而且地上也还蛮脏的 所以也可以来清理一下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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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t somebody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talk to Somebody to talk to, to talk to I like to drive by myself So I control the volume I like to dance by myself So I can do my own moves No, I don't need a hand to hold tight I don't need a love, that's all mine 我想画,但是我又不知道要画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在乱画 大家不要拿来做参考 还有就是我现在其实是 没有一个图可以拿来做参考 所以是完全靠我的想象力 能画出什么就画出什么 画画本来就是一个很解压的东西 不应该烦恼 所以我到最后就画了这一点东西 我就简单的用蓝色还有紫色去画一个打底 然后呢我就用这种art line marker去画这一些小图案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doodle这样的概念 因为我很喜欢doodle 乖乖的做回你擅长的东西吧 然后为了拍视频我就画了个妆 然后结果我现在有一点困 我时常会睡午觉 然后我现在就有点困 那我刚刚画的那个妆是拿来干嘛的 三四个小时没有动手机了 也没有很辛苦啊 其实就是不会感觉你是被忽略的那个 还是你忽略了所有或者是任何重要的信息 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很怕自己漏掉了那一些重要的信息而一直上线 我觉得那个是很累很伤脑筋很浪费时间还有精神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是一直把我们的精神一直 一直都是放在上线的状态然后等任何信息进来 然后你就等着去吸收它 有些消息或者是有些信息本来就是不重要的 但是因为你是在上线的状态 你是online的状态 所以你又收到了那一份信息 然后有时会带来心理啊或者之类的影响 就会可能就会被 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会被这一条某某的信息 而影响了你整天的心情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不值得的 我画完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解压的doodle 想到要干嘛就干嘛 我刚才想起我可能可以写一下日记 因为还蛮好玩的就是我不是每天写 但是呢我都会把我的心情写下来 然后就是让以后的我看回我 然后就知道从前的我是怎么的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有意义的 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现在要开始来写 好了我写好了 我不是每一天都要写一个很长的一段东西 或者是写一个故事什么故事 我就是要把我那时候或者是当天的心情 都记录下来就好了 从我的就是学校啊感觉啊 然后我喜欢的东西啊 然后我的iHouse 什么都是都有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这是写给自己的 所以也没有说什么丢脸的事情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都会记录下我那时候喜欢的歌 喜欢的剧喜欢的明星偶像 然后喜欢的所有所有 我现在要来玩一个东西就是这种暂时的刺青 就是这种黏下去的 那我会先把它剪出来 因为它上面还有这个 我可能把这个黏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先把它拿出来 但是我要黏 哪里呢 又是这边吗 你们不要学我啊 我真的是拿一杯水进房间 然后就 就涨进去 不要学我知道吗 好可爱哦 可爱 也还蛮可爱的啦 就是 我现在在读着这一本书 它叫Crazy Witch Asians 然后我知道我真的是有一点太迟了 因为这本书应该是早两年前很火的 然后他们把它拍成了电影 然后电影我也看了 但是也是最近才看的 所以我朋友说你也太迟了吧 然后我就还还蛮迟的 把它读完吧 我完了 读完了 但是它最后那句也太好笑了吧 就是 最后那句就 掉在半空中啊 读完了 哇 头发 好了 备了 那就是我们刚刚吃完了晚餐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来 就是 简单的打扫一下家里 然后等下我们出去兜风 耶 我要等我的妹妹先把地板吸干净 我才可以骂地嘛 对不对 那我妹妹现在才开始 才开始要去 吸地板 所以呢 我就可以用那个时间来卸个妆 我亲亲跟着人 komm 我现在不那么纯 好 我 train 最完美 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认为我常常在我的频道吃饭 因为我没有拍我们的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明天了 隔天了 那我现在倒数时间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还有三分钟五十多秒 对就是24小时要过去了 但其实呢 其实已经过了 因为我昨天就从11点50分开始停止 动这些电子产品 然后因为我11点50多分 我就算了12点 但是那时候我出门去买午餐了 所以我回来再正式的跟你们说是1点45分 那现在1点48分了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我24小时challenge的任务 那我有几项总结下来的心得想要分享给你们 就是第一呢 如果你是完全24小时不碰这些电子产品的话呢 就是要需要一些很很闲的人 或者是很没事做的人才能够这样子做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算是非常忙的人 因为我刚刚放假了嘛 但是如果你让我一天不碰电脑 我也会感觉我有没有什么 邮箱没有回复到啊 或者什么重要的信息没有回复到啊 或者是什么重要的新闻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想要这样子做的人呢 你们可以先开始先不碰手机 电脑我觉得还可以碰吧 因为如果不碰的话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进展 那一天如果你不是想要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东西 或者你不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 或者你当时候其实是很忙的 那你就会弄到你一整天下来一点进度都没有 这样子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因为你一直担心着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到 还没有回复到 所以可以先从手机开始 然后第二个心得呢就是 我觉得没有去碰社交媒体 所以并不痛苦也并不烦恼 对起码对我来说啦 我觉得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外界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 因为我们不能每天出门了嘛 所以我们只能用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 那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平台 那开心来自那里 但是烦恼也来自那里 所以我觉得偶而这么长时间不看你的社交媒体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刚刚这样子做了过 我也觉得我心情是好了很多 然后也束缚了很多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建议 你们能够这样子做一个社交媒体 或者是Electronic Devices Detox 但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是有工作或者有学业的人呢 你可以先不要碰手机或者你的平板开始 那电脑可以继续运作 然后做你的工作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呢 第三个心得就是 如果你要我说最不习惯或者是最痛苦的 就是我没有的看节目 还有没有的听歌还有音乐 因为我平常在家里我就会开着歌 然后去做我一些闲的东西啊 这样子就是不需要用这么多脑力做的时候 我就会开着开着歌 所以二十四小时里面 你不能没有让我听到歌 我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 但是不至于痛苦啦 那我是这整个东西总结下来呢 其实是很舒服 而且能让我自己的脑根很清静的 我非常的建议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子 你不需要去尝试二十四小时这么长 你能够尝试一个三小时 一个五小时 或者是一个十二小时 你先尝试看你可不可以 就是再延长那个时间 那我现在二十四小时已经过了嘛 然后这个Vlog也差不多要完了 所以呢我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见